偶像类番剧正是自成一派的时候 大概就是Lovely的时候 拉拉人已经成为了一个粉丝团体的简称 至于后面想推水门的事情就都是后话了 想翻大多都是以麦歌为主 声优同时在线下 也要兼职偶像的演出 其实倒不如说是偶像兼职的声优 不过那都和后街女还没关系 作为一部眨一眼看上去画风并不精美 甚至还有点崩的动画 就不被观众们所看好了 但实际上去观看这部发的时候 也不会觉得它是一部好饭 但却是一部好看的饭 它不像是那种大纯饭 不是有着庞大的剧情 就是有着无敌的声优阵容 在那些巨头面前 就像个新人 却能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笑点 这与笨女孩一种搞笑不一样 而是一种反差 主角其实是犯错了的黑帮成员 为了弥补过错 而被老大强行送到泰国做变性手术 为了赚钱而成为了地下偶像的桥段 是不是前所未有的桥段 偶像的外表下其实是个男人 而且还是个黑帮 接受了这种设定之后 反而觉得非常有序 而且剧情中的黑帮是真正意义上的 和超能力女儿中那种温和派不一样 一个不小心可能真的会死后 老大虽然严厉 有些话还是蛮有道理的 既然是走路里头搞笑剧情的 就不要太在意细节了 就如同风音流传的 哥仨不好 天理难容 的确 哥仨从最有男人味的黑帮成员 变成了女性 她 那么经受住了人生的大起大落 也给了观众一个粉 他们的理由 尽管整部剧就没有感受到 里面的角色真正的动起来 尽管有时候还会把原来的男人脸替换 尽管有时候会说出 不符合那张可爱脸的黄段子 但是不影响大家喜欢 或许有人会问 喜欢这样奇葩的设定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没有 一点问题都没有 人的一生就是在尝试各种新事物 只是后接女孩 正好对上了大家的电桌罢了 真正厉害的是我们在说 她做画不精美的同时 还必须佩服她能如此的画面 因为原画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人负责 仅仅是这份气魄就值得我们尊敬 我们不应该去考虑 为什么画风有时候会风 而应该去去想 一个人的原画能给我们如此画面 就该感谢原画师的努力 后接女孩或许不是一步好饭 可能都接触不到霸权的一根手指头 但是她是一步好看的饭 能为大家带来笑容的动画 没有一个视差的魂米饭食材 所以我们把这一步的动画 也不太好看的 就是霸权的一步